歡迎收聽停損王第126集 現在時間是2024年10月4號下午1點 首先我們感謝NWB斗內台幣300塊 感謝您的低調斗內300塊 每次斗內都沒有留言 哪天你留言我們一定要 用力的念一下 用力的回一下 謝謝 下一位ZC ZC斗內台幣50塊 ZC說 損王的朋友好可憐哦 真的難處理 Hour Song我連帳號都忘了 不過沒關係 要看圖 還有T-shirt可以看 好像蠻多人都說 自己的Hour Song帳號忘記了 可是那個是中心化的 中心化你可以去把那個帳號拿回來 只要先找到email 然後再去用忘記密碼 就可以把帳號拿回來了 你可以去自己的email搜尋裡面 我現在應該蠻多人都有 不止一個email 你就去你的email信箱裡面 搜尋Hour Song 然後看他有沒有寄信給你 Hour Song是用哪一個信箱寄信給你 然後有收到Hour Song的信的 那個應該就是你的登錄帳號了 要不你就是用Google登錄的 要不就是用Apple去登錄的 都一樣啦 反正他一定會有一個email帳號給你就對了 那你拿到帳號以後 你就可以用忘記密碼 去把帳號找回來 帳號密碼找回來了 可是你找回來好像也不能幹嘛 因為他快要關了 目前比較重要要做的事情應該就是 把你的裡面的錢領出來 他的那個OSD其實就是1比1的USDT啦 然後你就USDC啦不是USDT 然後你就可以拿出來了 可是他要走那個 他要走以太方 我目前測試領出來的NFT啊 BSC上面的看不到圖片 去哪裡都看不到 看不到圖片的話 真的有點不知道這個NFT領出來到底是要幹嘛 我有去填單問客服 問說這個到底要怎麼辦呢 可是客服到現在都還沒有回我 QQ 以太方上面的NFT啊 他其實是可以在OpenSea上面看到啦 可是我沒有領 可能哪一天看到GAS超級便宜 我可能會領一下 目前應該就是把裡面的現金領一領就好了啦 反正我裡面也沒剩多少錢 我真的 這個NFT我真的都是沒賺錢的 雖然說有什麼抽5%抽5%什麼的 可是我之前都拿去幹嘛 我又拿去護盤了 我拿去掛那個地板架啦 可是其實也沒有什麼人要賣給我啦 真的是時代的眼淚NFT 裡面剩沒多少錢的啦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 我有掛那個很便宜的地板架在那邊 如果你有需要OSD 然後你自己不想儲的話 你可以去那邊賣給我 或者說你私訊跟我講一下 我可以把剩下的一些錢錢 掛個地板架跟你買一下 真的沒多少 我裡面剩沒多少錢了 有需要的話再私訊跟我講一下 好就這樣 然後下一位 減紙箱的小張 Donate台幣50塊 小張說 標普500不是一家公司 它是靠500檔成分股的集體表現 其中有一大半是七大科技 雖然有分散性 但是裡面也有493檔 不知道哪幾檔的脫油品 拖累了輝達的報酬 所以我買輝達就好 S&P500裡面好像也沒有到一大半都是 那個什麼 也沒有到一大半都是前七大科技股 沒有到一大半 前面10檔加起來好像也才30幾% 好像35%左右吧 如果你要說35%是一大半 好啦那你對啦 我記得你這個應該是在講台積電跟0050那件事情 對不對 那個真的還蠻好笑的 0050年初至今有多少你知道嗎 39%欸 好像39.4%欸 你知道今年指數仔真的是走路有風欸 講話大聲欸 你各位今年有39.4%嗎 這個39.4%是含配息啊 配息有3.87%啊 扣掉了之後也有35% 35.5%左右 欸很驚人欸 那個手動操作的人應該會蠻羨慕的 你手動操作今年沒有到39%的話 你真的是書0050欸 我是說39%這件事情 手動操作的人應該會蠻羨慕的 我有看那個周教授的訪談啊 看了好幾個 那其實他去蠻多個節目 然後講的東西好像都差不多 然後跟什麼我常講啊 或者說我常開玩笑說 還有那些什麼 我們有做一個統計什麼 反正他就不管哪一台啦 講的好像都差不多啦 他有講一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是講說很多人其實是感覺自己有賺 其實他不會算 原話是怎樣我有點忘記了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比如說你今年一隻股票賺100% 但是你如果沒有All-in 還是有可能會輸那些All-in大盤的人 我們假設A均 A均有1000萬 1000萬全部放0050 那今年A均就是賺390萬 390幾萬 那再來另外一個B均 B均也是1000萬 那他今年呢 假設他買到標股 賺了一倍 賺一倍的標股哦 那他他今年的績效就是200萬這樣 1000萬資金買單一檔個股 200萬已經算是很重壓了哦 然後他又運氣好也翻倍了哦 可是他翻倍也只有賺200萬而已 換算績效是20% 還是蘇0050 指數仔厲害的地方 真的他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重壓 他可能報酬率只有還好而已 沒有辦法天天讓你高潮 可是因為重壓的關係回頭看總是很甜 我們回到那句話 很多人總是覺得自己有賺 其實他是不會算 他還真的就不會算 我今天看到一句話 就是有一個人講 他說今年呢 你不管買什麼東西 績效都輸給陸股 因為大陸的股票 現在在底部 你們其他那些人全部都在頭部 所以你買大陸的股票 我也覺得這傢伙不會算 他就是不會算 才會講出這種話 不是 他就是沒有買 他才會講這種話 他如果有買的話 他這個時候一定會講什麼 他就說我終於回本了 這樣 你真的有買陸股長期投資的話 即使是最近飆漲成這個樣子 你真的才剛回本而已哦 搞不好你還沒回本 人家其他那些人是一路創高 一直到現在 然後一直往右上角走 你是右下角突然勃起 我真的不懂你們在求什麼 好那現在陸股可以買嗎 你如果真的覺得可以買 那你要中壓嗎 你敢長期持有嗎 以前我還會想說 講這種話的人 你給他打個臉還是幹嘛 我現在都有點懶了啦 靠北啊他就不會算啊 你跟他吵架就很虧 欸不對 搞不好他數學比我好耶 因為他會為積分耶 好我們謝謝張董 donate台幣50塊 再來下一位 山頂黑毒蛇 他 donate台幣100塊 然後他說 直接V轉上去的機率不大 那張圖笑死 兩個笑死的表情符號 喔你說那張圖 如果你不知道那張圖是什麼的話 就是 我們不是打了兩隻腳嗎 因為我有去看頭顧老師 到底在講什麼啦 你知道頭顧老師 每次疊下來就會跟你說 欸這個多頭結構 短時間之內已經破壞掉了 那目前現在盤勢這樣的話呢 應該很難直接V轉上去 要先盤整消化一下賣壓 之後才比較有利於多頭續工 靠北兩隻腳都V上去 啊你聽他講 然後V上去你追不追 你當然不追啊 因為低的時候你又沒買 啊 早上去你當然不會追啊 可是老師有沒有追你又不知道 你又沒付錢 老師才不會告訴你欸 盤好的時候老師會說 他的股票表現得很好 盤爛的時候 老師會跟你說 他這段時間持股水位很低 我們大家會員朋友都有避開 幹你跟不上啦 我沒有付過錢我不知道啦 可是我知道 不要去參考他們的預測啦 參考的下場就是 你可能绩效數0050 人家OE0050放著今年快要40% 你在那邊持股水位 持股低水位四成 等盤面轉強 我們再來上車 蝶你又沒躲掉 然後蝶下來了 你在那邊持股水位四成 啊V轉上去 怎樣你已經賣了啊 V轉上去站穩了你追進去 啊他又崩下來給你打第二隻腳 然後你又在那邊持股水位四成 啊他又V轉上去幹沒完沒了啦 你就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 在那邊酸頭顧老師了 真的這個你也跟不上 蝶你也沒躲掉 啊漲然後你又閃掉 你只能偶爾酸一下 頭顧老師當做消遣 我突然想到浩哥講過的話 浩哥好像說 投資人賺的其實就是趨勢的錢 你可能以為你這一波做得很棒 你好像有進步了 你很厲害 但是到頭來你會發現 還是在賺趨勢的錢 或者是像剛剛那個周教授講的 很多人以為他有賺 但是其實他是不會算 好那這個浩哥那個時候好像講完這個時候 他還講了一個叫做控制錯覺的笑話 他好像沒有講控制錯覺 他就是講了一個笑話 他說每天早上九點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戴紅色帽子的男人 站在廣場上 瘋狂的把帽子揮來揮去 揮完之後五分鐘他就消失了 有一天警察走到他面前 問他到底在那邊揮帽子在揮三小 問他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男人就說 我在驅趕長頸路 然後警察就覺得很奇怪 這裡又沒有長頸路 你在趕什麼長頸路 然後男人就回他說 沒有錯 就是因為我每天都來這邊把長頸路趕走了 所以你看不到長頸路 這個笑話蠻寫實的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厲害 你對張單拿出來算一下就知道了 算算看今年有沒有40% 我是說總績效40% 如果你算出來是贏的 你贏40% 超過40% 那你應該是算錯了 不要只用投入的成本算啊 你那邊成本然後漲多少 然後40% 不是啦 你要用總資金算啊 貝欺耶 那如果你是聽到這一集節目 才去算的人 你應該大部分都是輸的 蠻大機率是輸的 你還沒有算我就知道了 平常就有在算的人 比較有機會贏啊 贏這個40% 啊平常就沒有在算的人 聽到這節目才要去算的人 哈哈 沒在算的人通常都會覺得自己今年績效不錯 有賺錢 那很讚啊 你就繼續在那邊 在你的小泡泡裡面爽啊 那賣 不好意思 這次抖內留言廢話比較多 節目還沒開始 那我們開始之前要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年初至今大家關心的一些東西 那個漲幅是如何 以後不定期在節目上會跟大家整理一下 然後定期要來整理一下 不然我有點怕我就是那個灰帽子 感腸緊入的神經病 我們來整理一下 年初至今各個我們關心的東西的漲幅是多少 首先 比特幣 這是YTD 就是年初到現在 到我們那個打稿 截稿的那個時候 比特幣的YTD是46% 然後以太幣比較慘 只有8.24% QQQ是19.7% VOO20.4% QQQ跟VOO差不多 好再來0050剛剛講了 39.4% 然後0050正二 52.12% 再來是廢半20.3% 也跟QQQ差不多 黃金的話是29.1% 黃金贏 想不到吧 比特幣跟0050差不多 雖然說比特幣贏 但是他今天贏可能明天又輸了 然後後天又贏了這樣 這個比較難講 我們放在這邊 只是讓大家稍微對照一下而已 以後如果我太久忘記講的話 拜託提醒我一下 是不是要幫大家整理一下 這個年初至今 各個我們關心的資產的漲幅 那剛剛沒有講006208 006208其實還贏 0050一點點 006208的YTD是40.29% 至於是為什麼的話 你大概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啦 就是他們的一些調整的政策 然後跟持有配息的政策什麼的 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就會影響到它的績效 可是影響也沒有到很多 不到1% 然後還有比較有趣的是 大家以為正二賺的比較快 可是其實正二呢 才贏005012.7%而已 你每天兩倍 但是呢你贏0050才12.7% 然後呢黃金竟然有29% 黃金贏費半 黃金贏VOO跟QQQ 贏了快要10% 蠻驚人的 雖然說它真的是動得很慢 但是真的一動就漲幅還蠻大了 好 然後美股呢 如果你今天把七大科技股 像剛剛張董講的 七大科技股占了大部分嘛 對不對 美股七大科技股 單獨拉出來看的話 YTD是42% 好像有那麼一點味道啦 真的是七大科技股 直接投的話 好像賺的還比較多啦 因為如果你直接買QQQ跟VOO的話 其實就只有20%而已 好 講到那麼多 孫王 你今年有贏0050嗎 你嘴人家那麼多 啊你績笑我好 好啦 抱歉啦 我今年才35% OK 前面廢話講完了 來 不講廢話了 我們要來繼續水Peter Lynch 今天要水的Peter Lynch是 在他這一本書的第五章啦 還蠻重要的 叫做不要預測股市 你會不會聽到這邊就想關掉 因為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不確定性解決方案的時候 也一直在那邊強調 不要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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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還蠻多次的人 你有可能聽到這邊就覺得說 哎呦沒什麼了不起的 又跟之前一樣又在那邊水了 然後就關掉了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 我們節目的收聽怎麼樣 像上一集 有些人呢聽了之後就覺得 嗯 很有feel 聽故事很好玩 但其實我們上一集的收聽很差 真的還蠻差的 可能 我們現在的聽眾呢 比較大部分的結構不在那一邊 他們對那個別人被詐騙比較沒有興趣 還什麼的我不確定到底是為什麼 反正上一集的收聽沒有到很好 但是我上一集我自己是講的還蠻爽的 然後覺得還蠻輕鬆的 因為這是真實故事嘛 所以講起來就稍微好玩一點 但是只要跟大家說一下 它是收聽最差的 近期啊近期收聽最差就是上一集 好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轉台的話 你會後悔 別走 為什麼要選這第五章呢 主要就是因為 對現在的我們來講啦 因為我們要面對很多的預測 主要是別人的預測哦 不是你自己不要預測哦 你自己要買股票 你當然要先預測一下嘛 你自己的預測那是OK的 主要要怕的是別人的那些預測 市場展現出來的那個預測 好 因為我們最容易的是被別人的預測給嚇到 因為別人的預測 然後因為那些某些投行啊 然後在那邊講說今年應該怎麼樣啊 然後預估怎麼樣 我們比較常面對的是這一種 好 那不要預測股市的這件事情 應該是比較多會強調在 不要去參考別人的預測 好我舉例一下 目前討論度最高的應該就是呢 聯準會已經開始在降息了嘛 啊降息就等於有資金要放出來 會有利於股市嘛 可是現在又會在那邊跟你說 聯準會如果降息太快的話 可能又代表有衰退的疑慮 那可能呢你又看到 欸油漲起來了 那又有通膨的疑慮 可能他降息不要降太多 啊降太快又不爽 啊降太慢 降太少 啊他們又不爽 降太快會怎樣呢 降太快可能聯準會看到什麼不妙的東西 可能他們需要趕快降息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不妙 所以他們降息降很快 好那這樣不好 啊如果說像那個石油漲起來 可能通膨又要起來了 啊他們就可能總量會降的比較少 那可能你們又不爽 那你現在應該要怎麼做呢 有些人就會說 不管有沒有經濟衰退 現在好像買債都是最穩的 因為才剛開始降息而已 那之後呢可能會降蠻多的 那你現在買應該幾乎等於是送分體 可是你去買債的時候 又會有人在那邊跟你說 現在債券已經提早把今年要降的額度 全部都先反應完了 可能剩下沒有多少肉了 買股票你要擔心衰退 買債你又要擔心可能剩下沒有多少肉 像最近前幾天買債的債也跌嘛 然後呢你又看到中國開始在那邊放水 中概股右下角暴力反彈 相對低激起 欸還是我們去買中概股好了 目前大概就是這樣的局面啊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就是從Peter Lynch這一本書的一個章節 來跟大家講一下預測這種東西 然後還有跟經濟衰退有關的東西 還有跟壞消息有關的東西 我先講一下大概的概論 就是跟Peter Lynch有關的 他的看法呢就是他面對經濟衰退 他的看法跟應對是怎麼樣呢 他覺得是就是要基於長期的視角啦 這是廢話啦但是很多人做不到 基於長期的視角 他覺得經濟週期這個什麼衰退啊 然後復甦啊什麼的 這是正常的現象 但是呢你沒有辦法準確的預測 衰退什麼時候會來 所以他覺得你應該要集中投資在那些 在那個經濟週期之下 他比較容易存活 甚至有可能表現比較好的企業 然後你要避免過度依賴宏觀經濟預測 就這樣 然後對長期投資者來說 他覺得崩盤 然後跟經濟衰退 你應該是把它當做一個機會 而不是把它當做風險 這個就是 以Peter Lynch的角度來講的一個概論 當然他的書裡面也是有一些地方是他有躲掉的啦 可是那是剛好 就是剛好他已經找不到東西可以買了 剛好他覺得他的東西呢差不多已經走完了 所以他有減碼然後剛好就躲掉 不然的話呢其實對他來講他一般都是躲不掉 他說在幾次很嚴重的崩盤期間 他也是只能夠坐在那個股票報價機前面 但呆呆的看著他的股票也在大跌 1987年的夏天那個崩跌 他也沒有辦法提早跟大家講說會爆跌1000點 因為他說他不知道 我不是唯一一個沒有警告大家的人 他看到其他的那些著名的預言家 然後跟投資專家 跟他一樣沒有事先預料到要爆跌 他就覺得很爽 然後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下哦 有加水哦 有改一下他的語氣啊 他在書裡面是比較溫文儒雅一點 比較知書達理一點 可是從我的嘴巴講出來呢 他當然會比較 會比較輕浮一點 我覺得這樣比較活靈活現啊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他書裡面的東西 我們截取出來的 他說股市所有重大的上漲跟下跌 總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雖然我知道可以從通貨膨脹 經濟衰退還有利率變動 來預測股市的走勢 但是我還是不知道 然後呢 他說美國有很多經濟學家 如果他們能夠連續兩次預測成功的話 這個連續兩次預測成功的意思是說 經濟衰退被他連續兩次預測成功 然後成功躲掉 然後從下面呢再上來 這樣 連續兩次哦 他說你只要連續兩次預測成功 那些經濟學家應該就早就變成百萬富翁了 這一邊的百萬富翁呢 百萬是美金哦 不是台幣哦 台幣百萬真的不是富翁 然後他說據我所知這些經濟學家呢 他們到現在還是為了薪水在拼命的工作 那從他們為薪水拼命工作的這一點應該就能夠看出來這些經濟學家超級不準 那換算到台股這一邊來的話 你信的那個老師 你覺得很神的那個老師 他主要的收入如果是來自於賣客 賣APP 那通常呢 你應該不太需要參考他的預測 好 因為他就是靠賣這種東西為生的 那他的預測呢 當然就不準 應該啦 應該就算不準啦 因為從他這邊講 他說經濟學家大部分還是為了薪水拼命的在工作 如果經濟學家有那麼準的話 他去做就好了 既然他們還是為了薪水在拼命工作的話 那就可以看出來這些經濟學家有多不準 然後呢他說還有一個理論是這樣講的 每隔五年我們就會有就會出現經濟衰退 可是他說到他寫書的那個時候為止 經濟衰退發生的情況好像都不是這樣 他也想要經濟衰退之前有人會對他發出警告 那有人警告然後有人很準的話 他就可以調整他的投資組合 我們之前在那個然後哪一集啊 在薩斯卡拉曼 我們也講過薩斯卡拉曼 那就誰啊 肯恩廢學啦 是吧 應該是肯恩廢學啦 好像有講說 你其實不一定要買到標股 你只要能夠躲掉一波 然後躲掉之後你還是有進去 那超級補了 所以他就說他也很希望 有人在經濟衰退發生之前跟他講一下 這樣他就可以調整他的投資組合 光是有調整你就會多賺很多錢了 但是到最後他還是覺得 我預測到經濟衰退的機率是零 有些人總是想等著衰退即將結束的時候 牛市即將開始的鈴聲響起 但是問題是這種鈴聲從來都不會響起 記住局勢從來不會很明朗 一旦你看到明朗的時候都已經太晚了 他說1981年7月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次持續16個月的經濟衰退 那是他記憶裡面最恐怖的時候 持續16個月好像還蠻猛的 然後他說在那個16個月的衰退期間 他的失業率是14%通膨率15% 跟我們現在比起來通膨率15%真的很嚇人 然後他說失業率14%通膨率15% 但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這麼嚴重的經濟衰退要來了 然後最靠北的是呢 他沒有說靠北靠北是我講的 靠北的是事後很多人都站出來說他們早就預料到這一切 但是事前都沒有人講 你看皮特林學也跟我們一樣嘛 整天被人家在那邊嚎嚣來嚎嚣去的 哎呦打第二隻腳 哎呦啊第二隻腳來了啦 要再盤整一下多頭結構才比較健康 好反正他也是一樣啊 整天在那邊被人家嚎嚣來嚎嚣去的 他們總是忘記自己以前的預測有多不準 然後我們也忘記他們之前有多不準 在最悲觀的時刻80%的投資者都信誓旦旦的說 我們即將回到30年代大蕭條 30年代大蕭條啊不是30年代啊 他說在那個經濟衰退嘛 然後在最悲觀的時候 八成的人都說 我們要回到30年代大蕭條了 哎我們前一陣子好像也有一個YouTuber在那邊講說 我們會不會回到30年代 反正他就做了一集然後講說大蕭條是怎樣 然後最後他就在那邊講說他覺得應該不會 我們還是要保持樂觀 幹哪你看完不就是看了一部廢片操 然後他說在最悲觀的那個時刻 有八成的人都說 我們即將要回到30年代大蕭條 結果在那個最悲觀的時候 竟然報復性大反彈 然後反彈完之後突然全世界一切 又好像恢復正常 大家又忘了自己曾經有多悲觀 然後反彈完之後呢 這一次也沒有人告訴我 經濟衰退要結束了沒有人 我先講一下 今天可能會直接水輸裡面的東西比較多 因為這個我們之後可能也會面臨到這種東西啦 像兩隻腳嘛打了兩隻腳 我就面臨到兩次 然後這兩次呢我自己是覺得做的還行 那也是因為有看這些東西的關係 嗯那我覺得我做的還算蠻穩的 那接下來要講的這一段應該是今天這一集的重點了啦 哦就是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當你今天很怕的時候 可以參考一下 Peter Lynch他遇到很怕的這些東西 那個時候股市都是怎麼走的 這一個章節叫做 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股市會怎麼走 常常令人很驚訝 好那他提出了很多我們現在 可能沒看過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參考一下 好他說 甘乃迪當選總統之後的第二天 甘乃迪當選他這邊有講是1960年11月9號 甘乃迪當選總統之後的第二天 股票市場不但沒有大跌 反而還還略為上漲 為什麼甘乃迪當選要大跌呢 我不知道耶 可能當時的氛圍覺得甘乃迪當選會崩盤之類的 總之他說沒有崩 好然後在古巴危機 古巴飛彈危機那個時候 古巴危機就是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 然後也是唯一的一次 有機會面臨到核戰爆發的危險 核戰爆發 即將爆發 應該擔心才對啊 然後他說我超害怕 我超抖 我說啦 我說我說的不是他說的 反正他說他很害怕 他很抖 但是呢 古巴危機那個時候 就是發生了一件事情 美國海軍封鎖 俄國戰艦時期 那時候新聞可能一直出來還是什麼的 報紙上面都會看到 然後他超害怕超抖的 可是那一天股市下跌不到3% 然後在古巴危機那個時候 然後同一年的7月 不是7月 同一年 然後7個月之後 在古巴危機 7個月之後 甘乃迪呢 甘乃迪總統 公開嚴厲譴責美國鋼鐵公司 要幹嘛呢 他要強制鋼鐵業把價格降回原本的水平 Peter Lynch說 他對這件事情沒有一絲一毫的擔心 完全不擔心 他覺得這只是小事 古巴飛彈危機只有跌3%而已 那這件小事有什麼好擔心的 結果那一天股市發生 史上跌幅最大的一次大跌 一天跌掉7% 然後他說 我不懂耶 我真的不懂耶 可能爆發核戰的危機 華爾街竟然不怕 然後總統對企業的干預 華爾街竟然怕得要死 很有趣哦 我在看這段的時候 我就覺得哎呀 趴三小 根本就沒什麼好怕 跌一趴 跌兩趴 大盤跌兩趴 我們現在就很怕 然後他說那個 他感覺沒事了 然後又跌7% 再來 1963年11月22號 甘乃迪總統 遇刺 Peter Lynch說他第二天 從報紙上面看到甘乃迪總統 遇刺當天股市跌幅 還不到3% 哇 跌不到3% 3%對我們現在來講好像也還好 算蠻大的啦 但是好像也還好 如果今天打開 今天晚上的美股如果 看到S&P500跌3%的話 我覺得我的總體部位應該只會跌不到4% 應該不會到4% 這樣 然後他說那一天甘乃迪總統遇刺 跌幅不到3% 那我們知道的是兩顆子彈嘛 兩顆子彈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到底跌多少 我也不太清楚 應該有超過啦 反正剛才李總統預測的那一天跌幅不到3% 他是要從報紙上面看到 他不是從新聞上面看到 所以 可能 我們現在的那個訊息放大的效果會比較大 但是 還是有參考價值啦 那一天雖然說 消息公布的時候 股市有一度的中斷 但是呢 那一當天股市跌幅不到3% 然後三天之後股市就完全收復所有的跌幅 之後還有上漲 還蠻扯了吧 目前講過什麼了 古巴危機 跌3% 然後 甘乃迪 強制鋼鐵業把他們的價格降回原來的水平 大跌7% 甘乃迪遇刺 跌3% 不到3% 然後接下來他還有整理整個70年代 皮特林在 富達基金公司工作的時候 所有發生的重大事件 他比較有印象的 他比較想要拿出來講的 好 然後這些重大的事件呢 股市的反應是怎麼樣 來哦 要連環講了哦 尼克森總統強制執行物價管制 我們剛剛講 甘乃迪強制把 鋼鐵業 強制鋼鐵業把價格降下來 股市崩盤對不對 崩7% 來 我們現在來玩猜猜看的遊戲 你要不要猜猜看 尼克森總統強制執行物價管制 這個股市怎麼反應呢 答案是 股市上漲3% 好 再來下一個哦 尼克森總統辭職 總統辭職哦 你想一下 如果今天賴清德辭職 股市會怎麼反應 好 尼克森總統辭職 來我們來猜一下 大概會怎樣呢 答案是 股市下跌1% 好再來下一題 IBM打贏一場 金額龐大的反壟斷官司 答案是 股市上漲3.3% 再來 贖罪日戰爭爆發 答案是 股市為漲 漲一點點 好他沒有寫多少 反正就是漲一點點 書裡面講說大蕭條以來 70年代 是股市表現最差的時候 最低迷的年代 可是呢 有趣的就是 常常這些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裡面的大幅波動幾乎全部都是上漲 幾乎啦 所以之後我們在玩猜謎遊戲的時候 你大概都猜漲 都不太會錯 這也不是特別挑出來的 這是他講的啦 有可能他比較死多頭 他其實也不算死多頭 反正就是他講說 在這些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大幅的波動幾乎全部都是上漲的 如果是跌的那些呢 我們沒幾天好像就漲回來 對他來講 影響的持續時間最長的事件 是在1973年 OPEC宣布石油禁運 這件事情讓股市在三個月之內 下跌16% 總共下跌16% 然後三個月內下跌16% 整年跌了39% 蠻大的哦 這件事情在1973年的10月 OPEC宣布石油禁運 三個月內跌16% 整年跌快要四成 好那有趣的是呢 我們注意到 消息發布的那一天 股市沒有馬上反映石油禁運的這個消息 實際上那一天股市還有漲一點點 然後呢 股市又在接下來的五個交易日裡面 又再漲更多 之後呢 才在某一天突然崩跌 再講一次 這件事情很嚴重 整年呢 總共跌了快四成 可是在石油禁運的消息 剛發布的當天是漲的 之後的五個交易日又再漲 然後才在某一天突然崩跌 然後就是你聽到了 三個月之內下跌百分之十六 整年下跌百分之三十九 然後就藉由這個案例呢 他就跟我們講說 股票市場整體上 其實就像個股一樣 短期波動呢 會跟基本面變化 完全背道而馳 他們第一時間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像這個石油禁運 他可能會牽涉到很多問題 但是在第一時間 市場的反應也不是對的 市場是後知後覺的 而且後面才行過來開始跌 然後他就下了一個結論說什麼 真正嚴重的事情 市場可能不知不覺 但是一點點的小事呢 卻會暴漲暴跌 講到這邊我大概知道 你之後要怎麼使用這一集了 你記得之後 你要是看到市場在大跌的時候 你想要去找新聞 然後就說 今天這個大跌到底是因為什麼 你就不用找了 你就去把停損王 第126集拿出來聽一聽 聽完之後 你就大概知道要怎麼做了 我覺得這一集滿好用的 好用的地方就是呢 你看到消息的時候 你以為之後會怎樣 但是其實常常都不是你想的那樣 你很怕 你剪碼 你賣了 你在那邊割肉 然後割完之後 你又看到 欸之後很快又長回來了 他死多頭又在那邊拽 死多頭在那邊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乾脆就當個死多頭算了 乾脆躺平算了 好之後大跌的時候 記得去把這一集拿出來聽一下 好不好 可以筆記一下 然後把它記下來 126集大跌專用 好 那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有常在看 那些人在講什麼啦 那些專業投資者嘛 老師嘛 老師常常都會講說 我們今天 又有標股 我們的股票很強 可是 這個在書裡面也有講 他說專業投資者是怎樣呢 一般來講 在一個典型的股票波動過程裡面 專業投資者 往往只會在最後20%的時間正確 就是那一隻股票的走勢 他只有在最後的20% 他只有吃魚尾而已啦 應該就是魚尾啦 為什麼他們最後的20%才會正確呢 就是專業投資人只有在最後的兩成的時間會 會做對 然後會講對 好啊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就是因為最後這個階段 這些專業投資人才開始在研究這些股票 我對這件事情好像也還蠻感受貼切 就是有一些呢 買了之後 績效真的還不錯的股票 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真的是連券商報告都沒有 然後你在拿著它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欸 漸漸的這一台開始講了 然後那一台也在講了 啊講了之後 其實股票還是沒有什麼動作 然後你一樣還是看不到報告 然後呢 漲了一段時間之後 大概漲了20-30% 開始報告出來了 開始MEMO出來了 欸沒有 MEMO是最後面 比較後面才開始看到MEMO 然後你大概賺了6-70% 嘿差不多6-70%的時候 喔報告開始cover了 喔所以還蠻貼切的啦 專業投資者的角色定位 大概就是往往在最後的20%的時間會正確 那如果你是看到報告的時候 你大概就要知道說 可能現在就是在20% 最後的末段 最後的餘尾 大型全資股應該不算啦 因為他本來就比較常常有人在在cover啦 那Peter Lynch他比較常會去買一些 市場沒在看的股票 所以 呃大概是這樣的感覺啦 因為我有買過類似的 所以我大概 蠻能夠體會他在講什麼 然後就是 他們開始研究這支股票之後 他們才會開始瘋狂吹捧這一支股票 啊不只這樣 他們還會排隊搶購這一支股票 同時他們會用銳利的眼光緊盯盤式 為什麼要緊盯盤式 因為他們隨時準備要撈幹 撈幹就是逃跑的意思好不好 怕你聽不懂 怕你沒有在看一些直播 撈幹撈幹撈幹 撈幹就是逃跑的意思 他說專業投資者的理念就是 快速撈一把 然後一有動靜 一有不對 趕快溜之大吉 然後我們散戶呢 其實沒有必要跟這一群 烏合之重對決 他們都想要賣的時候 你可以買 啊當他們全部都想要賣的時候 他們全部都想要買的時候 然後你就輕鬆的高價賣給他們 那後面的20% 我就不要了 雖然有時候常常魚尾都還蠻大條 那你就自己去做一些部位控管啊 反正他就是講說 專業投資者通常都是在最後的20%才會進來玩 那你自己在找股票的時候呢 你就不用太care說 哎這支股票我覺得不錯 但是因為他最近沒有券商報告 那我就不要買 不是這樣的 你覺得不錯 那有可能呢那是因為現在大家還沒有看到他 那是有機會的 再來就是你在看一些分析的時候啊 就有些人呢會貼一些很久很久以前的 然後跟你說 比如說他貼2000年的 啊或者是貼2008年的 然後跟你說哦 現在的走勢跟那個時候很像 所以之後呢要崩了 那這個在書裡面也有講哦 歷史真的會重演嗎 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 歷史雖然不會重演 但是他會押韻 歷史不會重演 但是他會押韻 或者說哎 歷史會一直重演還是怎樣的 反正差不多意思啦 他他想要講歷史重演的時候 他有一個說法 然後他想要講不會重演的時候 他也有另外一個說法 皮特林去說 我曾聽到有人這麼說 1987年到1988年的市場走勢 就是1929年1930年的翻版 1930年應該就是大小條吧 美國經濟即將陷入另一次的大衰退 1987年是他那個時候嗎 然後1930年不是他那個時候 應該是他小時候 很小很小的時候 他們家的長輩也是在那邊跟他講說 你不要買股票 股票很危險 那個都在賭博 他還好他沒有聽進去 之後變大師這樣 那他那個時候也有人在講說 哎 目前的走勢根本就是大蕭條那個時候的翻版 那他說走勢確實非常相似 但是相似又怎樣 他說如果我們的經濟再發生一次衰退 絕對不會只是因為股票崩盤引起的 而且就算真的發生衰退 也不會是那個時候一模一樣的經濟衰退 為什麼 這個數據還蠻有趣的 他說因為在1930年那個時候 所有的美國人裡面只有1%的人持有股票 1%聽起來蠻誇張的啦 可是我有查過有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那個時候持有股票的美國人大概只有2%到3% 可是沒差啦 沒有沒有影響到這個論點的層數 就是說你要是很擔心 現在可能會重演大蕭條 或者說你很擔心現在會重演那個 次代風暴 沒差 你就想一下 現在的結構跟那個時候的結構可能差很多 尤其是1930 那個大蕭條那個時候 當時美國持有股票的人大概只有2%到3%而已 而且大蕭條那個時候 美國製造業勞動力佔全國勞動比例的66% 製造業 那現在不是了 現在美國服務業佔全國勞動人人口的比例8成 現在結構不一樣 就算真的發生經濟衰退了 那個成因 然後跟影響 然後跟後果應該也都不一樣 即使真的發生經濟危機的 絕對跟上次絕對是不一樣的 這是他對 歷史會重演這件事情的看法 你要考慮到這些東西進去啦 沒有那麼簡單啦 如果你會因為一張圖 然後就高潮成那個樣子的話 那表示說你這個人應該也是蠻快樂的 因為你的人生很簡單 好今天要水的東西差不多就講到這一邊 那之前好像在講科斯托蘭妮的時候有講到一些 他叮嚀的事情嘛對不對 一些投資的原則對不對 這本書一樣也有啦 我覺得可以在今天這一集跟大家講一下 P特林去說我希望你能夠記住以下的投資原則 好裡面有幾句還蠻經典的 我看一下有幾點 總共有23點 好不長都很短 很快就講完了 第一在未來的一個月一年或三年的某一天 股市呢將會突然大跌 意思應該是說你隨時都要有那個面對大跌的準備 對這樣就好了 好那再來第二點 股市下跌的時候是絕佳的機會 可以讓你買進你喜愛的股票 股價修正就是讓優秀公司的股票變得很便宜 你可以買 好那再來第三 不要妄想預測一到兩年之後的股的市場走勢 因為根本就不可能一到兩年 像我們現在在看那個Forward PE 看到2025看到2026 那個只能參考 不是你能夠預測的到的 但是比較近期的可能半年之後 還是可以稍微預測一下下的 但是一到兩年一到兩年好像也還行 可是五六年就算了 然後根本就不可能 再來第四點 你不需要一直正確 甚至不需要經常正確 照樣能夠取得比人家還好的投資業績 甚至是專業投資人的業績 好第四點 會不會太無聊 要不要改用多米多羅的語調來練 最近迷上多米多羅 那些讓我賺到大錢的大牛股 往往出乎我的意料 但要獲得很高的投資回報 需要耐心持有股票好幾年 而不是持有幾個月 我不會聽不清楚再念一次 那些讓我賺到大錢的大牛股 常常都是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要獲得很高的投資回報 需要耐心持有股票好幾年 而不是只持有好幾個月 然後再來第六點 不同類型的股票有不同的風險和報酬 好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上上級講的了吧 好你要把那個股票分類一下嘛 不同的股票就有不同的風險跟不同的報酬 在第七點 連續投資一系列的股票 就算你每次只有20%到30%的收益 但是由於負利的作用累積下來 會讓你賺到一大筆錢 好所以二三十% 你要獲利了解就獲利了解 二三十%也很不錯 好再來第八點 一間公司目前經營的很差 但是這也不代表這間公司呢 很快就會好起來 好可能意思就跟你說 你看到他是右下角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在財報上面 或者是你在營運上面看到一些什麼 好轉的跡象的話 他在右下角不代表他之後會好起來 好再來第九點 只是根據股價上漲 不能證明你是對的 好第九點跟第十點是一起的 只是因為股價下跌 也不能說明你是錯的 再來第十一點 只因為股價便宜就買進一支發展前景 普通的公司股票 肯定是錯的 不要只是因為便宜就買這樣 好再來第十二點 因為股價好像高估 就賣出一支傑出的高速成長股 肯定不對 這一點我真的是沒有做得很好 我常常因為因為漲太多 漲太多就手劍想要賣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啦 只是你知道買那種高速成長股 你要是短時間之內看到他標20% 會有一點點想要調節 然後那他說肯定不對 好那可能 嗯 再認真看一下 我們之後呢會跟大家分享 他這本書裡面有教說 欸那個轉機股怎麼看 就是他很會找那一種低於淨值的啦 好那他淨值的看法呢又還蠻特別的 那之後呢我們會在之後的集數跟大家講啦 好那高速成長股他也有一個蠻特別的看法 就是他的本益比怎麼估 我們之後再講 我們現在先不要講 反正他第12點是講說 你如果是因為股價看起來好像高估了 好像乖離率太大了 你就賣出一支傑出的快速成長型股票 肯定是錯的 好再來第13點 公司的獲利不會無緣無故的成長 高速成長的公司呢也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成長 好那中和第12點跟第13點大概可以知道說 你不要因為漲太多的時候就把它賣掉 可是呢你可以因為他成長趨緩了 你把它賣掉 好不是股價成長趨緩 是他的那個一些增速什麼的 好那既然有這個原則 那可能呢你就可以看到說 哎有些有些股票啊 他增速還是很快 只是稍微變得沒那麼快 那為什麼有一大堆人想要把它賣掉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好在第14點 一支好股票沒有買到 並不會讓你損失一分錢 就算是一支即將漲十倍的股票 好沒有買到不會讓你虧錢 所以你不要太在意 好他的意思是說沒有買到就算了 沒有買到反正你也沒虧 好第14點 第15點滿有名的 這句話滿有名的 股票不知道你持有它 好那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好像要自己體會 可是還蠻明顯的可以知道說 哎別人的股票好像都比較會漲 然後你的股票好像都不會漲 好啊一支很會漲的股票 你買進去之後那支股票反而就不漲了 可是股票不知道你持有它 那不是那個原因 那是因為呢 你持有了之後 你對他就特別敏感 你沒有持有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跌了也沒差 然後他漲了之後呢 你卻有差 好大概是這樣 這是第15點 第16點 不管你的買入價格有多便宜 不管是50塊美金 25塊美金 5塊還是2塊 不管你買多便宜 他都可能讓你虧100% 第16點 再來第17 基本面認真分析之後 清除部分股票 把資金配置到更好的股票上面 這個能夠進一步改善你的投資組合的業績 當股價高估以至於公司的真實表現 相脱節的時候 發現更好的投資選擇出現的時候 你就要把那個高估的股票賣掉 然後轉去買更好的股票 盡量手上持有的都是要一些 期望值很好的股票啦 大概是這樣 第18 公司出現利好的時候 你就像是玩說哈翻到好牌 當你今天贏面很大的時候 應該要把賭注增加 加大賭注 壓重一點 反之呢 你就應該要減少賭注 那這一點呢 我最近在跟人家講的時候 我好像有想到一個還不錯的說法 就是 你覺得要崩盤嗎 你覺得要崩盤的機率有多少 如果你覺得要崩盤的機率有30% 好那你就 留30%的現金 那你覺得要漲的機率有多少 你覺得要漲的機率有70% 好那你就持股七成 好 蠻簡單的吧 那我就是 我是這樣講的啦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啦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還不錯 好就是 你有多少把握 你就下多大 好 那你很有把握 或者說你現在覺得贏面很大 那你可以壓重一點 好在第19點 很經典喔 很經典 好 等於是這一本書呢 你只要講到這句話 你就想要Peter Lynch 第19點 不要拔掉鮮花去 澆灌雜草 對吧 不要拔掉鮮花去澆灌雜草 對對對 你 你有一個花圃 然後 它長了花出來了 然後旁邊也長雜草出來了 你要把雜草去掉 然後去澆灌 鮮花 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那個賺的股票賣掉 你就是把草拔掉 然後呢你去養那個沒有不是你就是把花拔掉然後去養那個草 然後他整句話原話是說賣出獲利的股票卻死抱著虧損的股票不放 就像是拔掉鮮花卻澆灌野草 根本就不可能改善投資業績 好那這個拔掉鮮花 澆灌野草 這句話 蠻經典的對不對 應該有聽古來講過 好看到的時候蠻有共鳴的 好再來第20 如果你認為自己不能夠戰勝市場 你就買基金或者是ETF 第21點 常常會有讓人擔心的事情發生 不要庸人自擾 22 打開你的心靈之門 接納所有創新的想法 好再來第23 我第一次看到 這是最後一點了 他說 你並不需要親吻所有的女孩 好不要想歪不要想歪 你並不需要親吻所有的女孩 我也曾已經錯過很多10倍的股票 但是呢 這個並不妨礙我能夠戰勝市場 我一樣能夠戰勝市場 好 綜合以上內容 總共23點 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 不要亂動 可是看到大底的時候可以動一下 我說不要亂動的意思就是 不要看到一些雜訊 然後就在那邊亂動 尤其是在美股 我覺得在美股真的很容易想要亂動 因為那個成交不太需要手續費 不會看到手續費 感覺好像沒有摩擦成本 好對啦 雖然我知道會有點差啦 或者什麼暗時啦 一些利差什麼之類的 呃 買跟賣的價格不一樣嘛 可是沒有手續費嘛 然後也可以當充嘛 然後就覺得說 有時候就會很想要動一下很想要動一下 然後我就會盡量逼自己 就是盡量不要動 好 那投資組合配好之後 讓他跑一陣子啦 不要亂動 不要看到股票的好消息就亂買 好 不要看到壞消息就在那邊亂賣 看到股價大跌 然後同時又看到消息很糟的時候 可能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應該去另外再去預想說後面會更糟 這件事情跟那個交易猴子手折好像有衝突 交易猴子手折 我亂加了啦 他就是 我會講那個Trader Trader猴子 交易技巧裡面有一招是講說 市場會告訴你你錯了 要讓市場告訴你你錯了 那是壓住了之後 市場如果告訴你錯了 你就要跑 這樣 這是交易手 交易技巧裡面啦 不管長期對不對 市場會告訴你你當下對不對 啊你當下如果錯了 那你可能要把錢拿回來 錯了沒關係 錢拿回來好好玩下一局 這是交易裡面講的 可是這個就跟上面講的那東西有點太衝突了 這本書裡面講的就是跟你說 虧了就虧了 你可以還是可以拿著 你是要看到他 經營上的基本面上的不行了你再走 不然其實虧了 好像也不太需要停損沒有關係 所以說跟交易技巧是有衝突的啦 這邊就有點不太一樣 我的意思應該是想要說 你可以因為大跌看股票 我也可以因為覺得消息不好去砍股票 可是不應該因為大跌再加上消息不好 就也覺得後面也不好 因為覺得後面不好 然後就去砍股票 這樣就不好 很像Localin對不對 好你如果覺得怪怪的 去重聽 我覺得我應該沒有講錯 那這要改成怎樣呢 可以改成呢 隨時要有心理準備 消息可能會不好 隨時都要能夠做好大跌的準備 尤其是在美股 我覺得美股真的是超有感覺的 就是很凸顯那種爆股票的重要性 因為他真的是動的還蠻厲害的 可是動的還蠻厲害 也沒有台股那麼厲害 我之前還沒有開始買美股 以前常常聽人家講說美股很恐怖 因為沒有漲跌幅限制 因為沒有漲跌幅限制的關係 所以波動真的是太大了這樣 可是我現在的體感是 其實美股的波動不大 是心理的波動很大 怎樣說心理的波動很大 你拿著那隻股票 然後他今天突然跌了3% 你就會覺得說 哦 好像之後可能會再繼續跌 可是其實都沒有 你常常看到大跌多少 然後很快就在V上來 反正就這樣 他走勢真的是蠻靈活的 但是其實幅度不大 我覺得其實波動很小 但是呢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波動很小 可是心理波動很大 有時候呢 持股漲3%就算很多了 可是台股呢 你看3%以內叫做稍微有點動靜 我有時候真的覺得反而台股的波動才是最大的 但是我也覺得比較支持那種沒有漲跌幅限制的情況 我覺得沒有漲跌幅限制比較好 可是好像又可以理解台股為什麼要有漲跌幅限制 因為台股的波動真的很大 但是沒有也沒差啦 我說台股沒有漲跌幅限制 我覺得應該也是沒差啦 有些人是不是會因為 新貴股票沒有漲跌幅限制 所以就不去買新貴股票 我不會了 會買美股之後我好像就不會 我還是會去買新貴的股票 我覺得沒差耶 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心理準備的話 都一樣啦 他一直跌停鎖死 還不是一樣要跌那麼多 反正暴跌就是要扛就對了 我看過比特幣崩跌 你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2020年的時候 我看過那個崩跌 真的是沒有底的那一種耶 他也不會熔斷 他也沒有跌停保護 就是新冠疫情那個時候崩盤 那個時候我真的會嚇死耶 台股跌停 全部跌停 所有持股全部跌停 都沒有那麼恐怖 就是沒有比特幣 沒有底的崩跌那麼恐怖 那個滑架超級嚴重的 沒有人要接 他是跌到哪裡了 跌到沒有人要賣為止 因為真的看不到下面 有人要接耶 超滑的 那時候那一瞬間真的感覺 全世界沒有人要買比特幣了 然後在那個當下 我的礦機還在挖 我真是嚇死耶 在挖那個 因為當下就是比特幣跌爛嘛 然後就突然覺得說 我的礦機好像 對我把礦機打開來 然後在那邊算 是虧的 每天 那個時候 那時候挖到了啦 本來每天挖到是有賺對不對 可是以那個幣價來算 那個時候 開機一天虧一天 我那時候礦機還在挖 然後就覺得嚇死 我現在都還記得當下的感覺 那個感覺就是 崩跌 但是呢 你完全不想撿鑽石 完全不想買 完完全全不想加碼 可是現在回頭看 那一天剛好就是最低點 之後就再也沒有看過那個價位了 但是當然啦 我不是要跟你說 你之後看到比特幣崩盤的時候 你要去接還是要看情況 你要自己想清楚 我現在比特幣 也沒有到像之前 那麼激進了啦 就是我之前不是說 幣圈持股40% 沒有 現在沒有到40% 現在幣圈大概頂多佔了 十幾% 十幾20% 反正就是要跟你說崩盤不要怕 崩盤不太需要害怕 然後重大事件 的時候 重大事件出來的時候 不要太堅持個人的解讀 或者說 不要太去挺老師的解讀 也不要呢 看到重大事件 然後再加上市場也崩碟 就覺得世界末日 那個市場呢 總會回來的 只要那個是一個健康的市場 總會回來的 你如果怕了 就會想要躲 既然都要躲了 你就會想要再躲更多一點 躲了以後 出現了 比如說你今天去空 你在崩碟的時候你去空 賺了一% 賺了兩% 賺不少了喔 你又不會想要走 會有這種感覺啦 反正就 你在崩碟的時候空 那個感覺也不太爽 也不太舒服啦 我的經驗是這樣啦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去空的話 有一個東西千萬不要買 知道嗎 比如說台股 台股在崩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千萬不要買 我常常看到朋友在買 然後我覺得超北漆的 為什麼你要去買那種東西 買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反一啊 反一不要買 為什麼不要買 今天不想講 不想講 反正不要買啦 你就自己結論就好了啦 相信我好不好 相信我哥哥 不要買 不要去買反一 我覺得比較好的做法 大概就是配置好 那你如果真的看很差的話 你就買一些防禦力 強一點點的部位 或者說你就是乾脆不要預測 不要去做一些預測的那種 反向的操作 你在崩盤的時候 只要剛好有現金 你就趁著崩盤把它打進去 趁特價把它買進去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這一集 要分享的心得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留言的部分 首先 這個好像是Spotify那邊的留言 留言的是Mark Share 他說 我朋友太太的陣頭 我好像懂 我才損亡也懂 才有最後那一段家裡賺錢的 不要太暢秋的建議 朋友太太的心態是 錢沒有出金 我還沒輸 肯定是個很有想法 又不隨便低頭好勝心搶的 賢 內住 哎 我的狀況好很多 至少錢不用上繳 不怕漏洞 但我也修煉了好久 也跟老婆開誠不公的談心 告訴他我們是生命共同體 不是競爭對手 即使躺平賺的錢比他多兩倍 括號 沒躺平錢是七倍 家務還是要扛 出門就當挑夫司機跟錢包 希望 聽友們都能夠娶到好太太 這位哥哥很會賺哦 你賺的錢是老婆的七倍 我們先用最低薪資來算好了 老婆一個月如果是賺三萬 最低薪資多少 三萬 算三萬好了 最低薪資老婆賺三萬 你賺老婆的七倍三級 哦 月薪二十一萬 好求哦 賺那麼多 還要分擔家務 我覺得 看起來你們關係很不錯啦 應該是相處很融洽才會這樣 應該啦 我猜的啦 可是他老婆 你是賺的是老婆的七倍 那老婆也是有在賺嘛 對不對 那應該算是平等啦 好不好 算平等啦 因為他也是付出一樣的時間嘛 你們都是拿一樣的時間去賺嘛 好 這樣想應該會比較舒服一點啦 不要去想七倍的事情好不好 我有時候也會賺 哦沒有 我現在沒有老婆 沒有 有時候是好幾倍 有時候 對不對 通常是好幾倍啊 我也不會這樣啊 對不對 家事還是要做啊 該收衣服還是要收啊 該洗內褲還是要洗啊 我突然想到一部 有一部日劇叫做 好像叫什麼 逃避雖然可恥 但是有用 那個新元節一演的那一部啦 劇情大概就是在講說 他娶了一個老婆 本來是家政婦啦 幫他來他家 然後付錢給他 幫他做家事的啦 然後後來他結婚了啦 他娶這個老婆呢 每個月要付薪水給他 雖然他是在家裡做家事 可是每個月要付薪水給他 因為做家事也是一種工作這個樣子 用最低薪資來算 至少也要這樣算 如果老婆做特別多家事的話 打一些薪水給他 我覺得好像也是不錯 你會比較重視他做的事情啦 反正我看完以後就覺得呢 哎 賺比較多的那個人 好像沒有比較厲害啦 如果你覺得你比較厲害 那你不要結婚啦 啊你就自己一個人啦 那這根本是最厲害 還是你比較喜歡老婆跟你賺的一樣多呢 假如說你一個月賺20萬好了 然後你老婆賺的跟你一樣多 啊什麼都一人一半這樣 你有比較喜歡嗎 你不是賺比較多 你會比較優越嗎對不對 付出比較多會有一種優越感啊 有吧 我會有啦 啊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啦 你如果比較喜歡一人一半的話 那很簡單啦 你就把你多賺的那一半 當作薪水補給老婆就好了 那你們的薪水就一樣啦 這樣就公平了啊對不對 好像也可以直接擺明的跟老婆說 哎 林北賺比較多啦 林北賺比較多 我就要當大爺啦 家裡面80%的營收是我貢獻的 所以我只會負責20%的家事 賺的少的麻煩你多擔貸好嗎 哎 這樣其實也沒有不行啊對不對 老婆可以接受就好了啊 我就真的覺得雙方可以接受就好了 對不對 能夠接受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沒什麼意見啊 我也看過那種可以接受的啊 像我媽就這樣啊 我媽就沒在賺啊 她就心甘情願被羞辱啊 也沒有到羞辱啦 但是好像她好像可以接受啊 然後我阿嬤也會這樣啊 大概就是可以接受就好了啊 也沒有什麼不行啊 我覺得他們好像也沒有覺得不被尊重 但是他們就是可以接受 相反的就是呢 哎 我覺得我阿公還蠻常羞辱我阿嬤的 因為他都笑我阿嬤沒有念書 這樣 哎 可是他這個好像是他們的情趣啦 我也不懂 相反的是呢 我阿公好像也知道 他知道說沒有我阿嬤他死定了 所謂的死定不是我阿嬤會把他打死哦 是 如果沒有我阿嬤的話 我阿公可能會 我阿公會變多 他會死掉 我阿嬤呢 只要超過晚上八點沒有回家 就會看到我阿公開始打電話在那邊找人了 因為我阿嬤大概就只會去他的小孩子家啦 可能去姑姑家啊 去什麼阿伯家 去我家什麼的 好 那他可能不知道他去哪裡 可是他會每一家都打電話去 阿嬤有在那嗎 這樣 他知道阿嬤如果不在家的話 他的生活一定會亂七八糟 地板一定會髒 早上起來就沒有早餐可以吃 衣服沒有人洗 他就死定了 我爸媽也是啊 他們每次在那邊抱怨 然後有口角的時候 我都叫他們離婚 我一定叫他離婚 直接叫 他們都不離婚耶 吵成這樣耶 都快打起來了 就是不離婚耶 你們那麼不爽幹嘛不理一理 嘿嘿 他們就是已經沒有辦法離了 那個沒辦法 腫瘤太大顆了 已經不能切了 反正他們舒服就好了 好 那大家喜歡被羞辱 那也沒差 有些人真的可以接受 你先別提 真的 有人真的是沒問題 真的是可以接受 所以有溝通好就好了 溝通比較重要 好 再來下一個是在 Apple Podcast這邊的留言 來自 10元 Sat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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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Satomi 中本聰念Satoshi 那這個應該是念Satomi 10元Satomi 加密貨幣詐騙 我猜你朋友的老婆 有動力做一堆麻煩事 還相信 一定是愛情 加虛擬貨幣詐騙 所以他一定不敢給你 或他老公看 詐騙集團的溝通訊息 為你朋友感到痛心 哭哭 沒錯 柯南是你 你真的猜對耶 你真的很會猜耶 真的被你猜對了 詐騙集團的訊息 我們真的是沒有看到 他的老公好像也沒有看到 可是我跟你說 你真的也不太需要 為我朋友感到痛心 我 我沒有更新這個訊息 然後這邊稍微更新一下 我覺得他才是最強的 他超猛 哪裡猛你知道嗎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已經 已經離婚了 就是在發生 詐騙集團這件事情之前 好像已經有先離婚了 在我去他家之前 可是我不知道 我後來才知道 怎麼知道的我不要告訴你 反正我現在知道的是 好像已經離婚了 那老公還是會給他錢 然後呢老公也不care 他被詐騙集團騙多少錢 那為什麼要拼命的要去挖礦賺錢 然後要炒幣賺錢呢 原因是因為已經離婚了 因為已經離婚的關係 所以是不是可能會斷垂對不對 好啊 可能斷垂的話 可能就需要投資嘛 那需要一些被動收入嘛 所以就砸錢了 然後才那麼認真的去匯錢 因為他以為他之後會靠這個賺錢 好啊這個 哎這個不是重點 這好像也是題外話 你說的沒錯 應該是愛情加虛擬貨幣詐騙 應該是愛情沒有錯啦 因為男的 兩個都是男的 幹你今天離婚了 然後兩個還都是男的 好啦反正我也不清楚 嗯 真的是愛情詐騙沒有錯 我聽誰講我聽他兒子講 好然後 哎我剛剛說老公會給他錢對不對 嘿 老公為什麼還是會給錢呢 原因是因為沒有二分之一 不是說老公現金流很猛嘛 每個月賺蠻多的嘛 因為沒有二分之一的關係 所以呢 給他錢 然後他被詐騙也不會心疼 反正呢 跟二分之一比起來 他被騙的那些真的是小意思 我們大家聽完故事之後 都會在那邊可憐老公對不對 到頭來老公才是最強的那一個 因為沒有二分之一啊 好啦那 希望他們不會聽到這一集 我這輩子都不要跟他們承認 網友這個Podcast節目 好啦那今天這一集大家就講到這邊 我們下一次兩個禮拜之後見 Bobo